我不知道美方的这些议员是不是想将防暴器材都留在美国国内自己用呢 关于近期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是非取直黑白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注意到对此呢 有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的媒体都通过实地采访 报道了香港的真实的情况 比如我也是刚刚看到俄罗斯的媒体 比如说共青团真理报 他就通过了多张高清的照片展示了示威者所持的内藏有刀刺的雨伞和燃烧弹等武器 有关的报道呢 就说一些人假自由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犯罪活动 幕后黑手是香港暴乱的根本原因 而在香港所谓的新闻自由到了荒谬的地步 我想问问美国的那些议员们 当极端暴力分子残忍地袭击和伤害香港的警察 瘫痪机场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时 你们所崇尚的法制在哪里 当上千名香港警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个人信息被非法的暴露 受到疯狂的网络霸凌和恐吓的时候 你们所标榜的人权在哪里 当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蒙面的黑人追逐 殴打围攻 受到人身限制和伤害的时候 你们所宣扬的自由又在哪里 美方的个别议员一方面将暴力违法犯罪 美化为争取人权和自由 一方面把香港警察的忍辱负重 克制执法误蔑为过度使用暴力 这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最大的亵渎 是对香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这一主流民意的公然的蔑视 更暴露出了他们极端的虚伪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美国的警察是如何对待示威者的 很多人对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 2015年马里兰州巴尔迪摩骚乱 以及最近波特兰市示威的画面恐怕还都记忆犹新 那么今后如果在香港现在的那些画面 在美国上演的话 美方的这些议员还会如此 人善吗 我们拭目以待 我想指出正是美方的一些政客的纵容和支持 反中乱港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有恃无恐 我记得不久前就在前几天吧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 在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看法的新闻发布会上 曾经援引了毛泽东主席1963年所做的满江红的几句词 大家可能还都记得 今天呢我想把那几句词的下面两句也续上 蚂蚁圆怀夸大国 皮肤汉术谈何意 我想再次强调 香港术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政府 任何外国组织和任何外国的个人来干预 任何企图在涉港问题上玩火的人 最终只会营火烧身 玩火自焚 致死苦果 我们奉献美方的有些人不要再装睡 也不要再犯魂 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